立法院黨團協商會議開始 今天要協商的主題是 原商行政院行情審議 中央政府欲貨強化經濟與社會任性 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預算案相關事宜 那提案是國民黨團跟民進黨黨團 好,那現在我們就 應該扣得比較少的程序性 好啦,我現在介紹一下主席長 現在列席的首長,主席總處主席長 朱卓銘先生 我們現在沒法聽對程序講 來,誰不先講 提案人先講 陳委,請提案人先講 兩個提案人先講 院長,各位行政代表 我今天在這裡當然提個建議案 我們大家對於這個特別預算 大家都有共識 我想從一開始到現在 內容有不同意見 但是大家都有共識說 能夠越快越好 那在這個原則底下 今天請 今天院長召喻這個學章 我們 國民黨團也請院長召喻學章 我提一個可行性的方式 可能的方式是怎麼樣 今天禮拜四 今天禮拜四 我認為 要趕快 以目前的時間來講 目前的時間來講 都可能的安排 我們要了解 整個程序的過程中 我先講結論 是不是 下禮拜五 最快就是下禮拜五來表決 今天禮拜四 下禮拜五表決的話 那大家先同意的前提 排除超越想起一個月 按著就可以往下談下去 然後最後是下禮拜五來表決的話 那下禮拜一 截止收案 那禮拜二程序委員會必須排 因為我們下禮拜五是總執行 我們要把它變更為處理法案 所以下禮拜二程序委員會要去排 至於收案時間是下禮拜一 傍晚 然後下禮拜二傍晚 那尊重大家決定 那是這樣 拜禮成議員會擺之後 我們拜三 還是拜四來協商 下禮拜五就可以處理了 就是 目前可能的情形 那為什麼這樣安排呢 因為 假如下禮拜五的話 下禮拜五表決通過以後 這樣不管多少案 一天一定就算了 那因為預算案必須比較精準 我問過醫師處 他們要整理資料 要把它對好 那就下禮拜六 最快下禮拜六 下禮拜下午 下午 要把送到總統府 那總統府簽署又 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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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總統府簽就 三天後生肖嘛 六日一 又二七號生肖 二七號生肖 那生肖的 好生肖的就 所謂的D-Day 那一天才五號 但是要 有這個流程裡面 要有五天的時間 就是下班 一二三四五 這五天齁 的時間 是必 但以前我們沒有想像 沒有想出來的 就是要五個共同天 要做什麼事情呢 所以總是同意這個預算通過以後 報告給國務署 國務署報告給台銀的清算銀行 台銀再報告給財經公司 這個差不多三天 那在 郭先進啊 報告給郭先進齁 郭先進齁 沒有啦 這炒三天啊 國務署去台運財經公司炒三天 那有報告啊 沒報告 沒關係 沒關係啦 沒關係啦 幾天都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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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先不說 你的程序差不多這樣 然後再報告給各銀行嘛 ATM行報告給銀行 所以這個五個共同天是必須的吧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二四號通過 二七號總統 總統簽署以後 二四號通過二十號簽署 二七號通過以後 然後月底前 這些手續都完成 都可以 然後 放假 清不清放假以後 四月六號以後 就可以開始陸續去處理了 那他會分為四個 第一 第一優先是誰 那當然有四個嘛 我都四個先 再來一登記的 再來就是ATM的 再來林貴的 都有自信的安排嘛 大概是這樣的情形啦 那這樣情形的時候 就是目前看起來 二十四號是最快的啦 好 二十四號是最快的啦 可是如果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我們要照正常的啦 照正常的 照正常的那裡三個找到 委員會 三月十號 然後三個禮拜 三月十號 好 好 那個 只拿辦法送出來 又是在 四月十號才會表決啦 那四月十號 應該是 四月十一號 禮拜二表決 那照正常的時間 推得 推到 四月二十一號 所以我們 提早處理的話 可能 就是四月六號以後 就能得到 提前的 兩個禮拜 這是目前所能夠想像出最快的方式 那以上 那請大家 能夠支持這樣方案 還有什麼 我們可以 會來協商 好 重點就是 下禮拜五就表決啦 好 好 那第二個提案人 你們有要 我表一下 沒有就要 提案 提案人先講 我們最先提案喔 你們先 我們 看到今天就是行政院他們公佈說 三月二十二號開始就可以上網登記 那 對 因為 如果行政院的程序都比我們快的情況下 我們立法院應該要想辦法就是說 能不能在三月二十一號我們也完成 就是 就是這個程序喔 因為畢竟 其實這個大家都有共識 那過去 其實 這些程序的問題我們應該想辦法說怎麼樣子解決 然後 增加這個數量 如果這是有共識的情況下 我們就把提案拿出來 然後 是不是有什麼 因為 行政院都說他們三月二十二號嘛 那我們怎麼可能比他慢呢 是不是 柯總召 其實 這段期間 國民黨從早期 希望 花現金 花一萬 那這個從 法案的提案 我們就 比行政院的版本更早提案 那後來當然整個條例通過之後 那 希望 行政院需要說 花六千 我們也接受 但是 當時在討論提案的時候 特別條例的時候 蔡政府都講 準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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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這段期間 也常常有民眾打電話進來 有時候打手機的 說成功六千塊 能夠趕快 能夠趕快花嘛 所以 我們也要求我們 楊權委員 趙委儘快排審查 排審查之後 然後 朝野協商也 朝野協商了 那 後來 你看 楚音也 也排了這個 特別預算的處理 也非常謝謝 那 處理完 國民黨團 馬上 花文說 給院長 希望趕快進行協商 那 現在問題來了 我們希望盡快 能夠早一天 就早一天 那既然 民進黨政府 蔡政府說 已經準備好了 隨時可以花了 我昨天 在 蔡委會 問部長 都準備好了 都準備好了 所以 我 希望 能夠快一天 就快一天 所以我具體建議 截止說案 就明天 禮拜二 就來處理 就來表決 好不好 來得及 因為 你行政院都已經準備好了 怎麼來不及 假設這個時候 行政院還來不及 行政院呢 看誰負責這個事情 要打屁股 不可以來不及 那也不可以把來不及的責任 推給立法院 再三的問 都說好了好了 你現在都來不及 那不行啊 所以國民黨強烈主張 收案 收案 明天 禮拜五 就明天 看到中午 下班前 禮拜一 協商 禮拜一麻煩院長協商 禮拜二 表決 讓他完全三度 國民黨的具體意見 就是這樣 謝謝 來 陳委員 然後 然後 實力黨團這邊 我們建議就是 收案的時間 就是 能夠在禮拜三 下禮拜三 那主要的原因 我們知道就是 這一次 在這個特別預算裡面 也有一些項目 就是 本來在總預算的 這個科目裡面編列的 那我想 國民黨團這邊 也一直都是有意見的 所以在這個收案的時間 我們也希望能夠 有大家充分的時間 然後 在禮拜三收案 那禮拜五 表決 這樣子的 時間的安排 應該還是比較好 這樣子 好 以上 好 謝謝 來 好 三委 那個 好 各位 黨團協商代表 我想這邊 民眾黨這邊 我也說明一下 當然 現在我們執政黨團 這邊希望是 3月24號 院會表決 然後在3月 就是希望 這天表決跟三讀 那期待4月發現金 那我想 剛才國民黨黨團這邊 也是希望 也是越快越好 不過但是是這樣 就實際 處理程序上來講的話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因為我們還有 黨團的這個提案 所以基本上 我們其實也是具體建議 就是說 這個 截止收案的時間 可以 就是剛才 執政黨的這個建議 就是說在下週一或二 也許到二也是可以考慮 那之前讓我們還是把它提出來 那走大概一樣的 就是我們有三四 還是要有兩天協商 因為這個地方 我們坦白說 我們雖然希望越快 但是還是有一些 重要的主張 我們還是需要 呃 表述我們的這個意見 因為尤其在那個 振興 所謂那個 有就是發行金之外的那 好幾個部分 譬如說是像是 呃 台電的這種波補 的這個問題 還有這個 勞保健保的這個波補 是不是夠的這個問題 其實我想 就算是我們表決 沒有辦法 呃 這個被通過 但是我們還是要 必須把主張拿出來 所以大概這個時程 反而我們這邊 民眾黨團這邊 我們就是支持 執政黨團 剛才的那個 時程的建議 我們大概就是 24號 希望三讀 然後我們大概 在下個禮拜 還是有 兩天在這個 程序上的這個 處理 那以上 好 再來 這樣好了 沒有啦 沒有啦 沒有 沒有 其實還要一登 20號才要一登記 我們這邊沒有一個 決定 那還要一登記 一登記 那個程序 要一登記 差不多 至少 不但要幾個禮拜 現在收了三天 我們 20號開始一登記 不管怎麼樣 那個差距 不到幾天 我們希望說有 仔細的完成 感謝大家 剛才的看法 我們拜五 也要我們拜五 那是提案到 禮拜二禮拜三 要收案 每個黨團 一定有人 再提案 現在有25案 我記得上次有一次 是剩下一個案子以後 好 收案以後 要變三百案 我們還是要尊重 因為每一個人都 有個不得委員會 有這樣子沒有提 所以我還是很誠懇地記憶監議 現在拜五 沒關係 要收案 跟拜三 也沒關係 拜四 馬上要密集協商 因為 對 那 我是禮拜三 禮拜二禮拜三 我們折衷到禮拜二 然後至少 吃完以後 還各部回去溝通 我們三四 然後拜五 也表決獨好 那個時程是 有包括宣導 包括預登記 包括郭帆 等等 剛好 沒有 我們不能講時間 請問 這是要配合的 是不是照這樣 那就是 收案到底 九號 拜三 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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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緊 還不會有機會去看 還不會再去溝通 我們再回來 就是建議 禮拜二至少在下班前 好 三或一 我還有講話 來你講 來 第一個 從條例審查的時候 不管是財政部 不管是國華會 都講 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搞了半天 到現在還沒準備好 假設這種情況 我們不要 那等一下表決 我們表決輸了 蔡委員長給你表決 沒關係 我們退起抗議就好了 很快 我們要跟你講 你表決啊 我堅持 我堅持 因為 因為那我 那搞了半天 執政長說 好了 國華會主委也說好了 院長 總之也講說準備好了 主委 主委長 你也講過都準備好了 謝 準備好了 昨天 昨天 莊軒演部長 說準備好了 那今天 柯總商說 還沒準備好 還沒準備好 我是把這程序講好 因為他們都還沒 不不不 他說隨時好 你聽我講 你聽我講 沒有 沒有 我退席 你們兩個退席 第一個 阿不 不行 現在錄一錄也不用 要打席 要騷擾 第一個 我問過多少 昨天你也在場 對不對 昨天我們在場 我們也在場 趙偉 今天趙偉是那個 是我們那個 羅明財 劉趙偉 我昨天問張雀芸 準備好了 我要問宮古英郎 準備好 隨時都可以 對不對 總質詢問陳院長 你說都準備好了 問國外會主委 也都準備好了 柯總商沒準備好 沒有 要整合 柯總商沒準備好 要整合 我們現在有幾個政府 只有一個蔡政府 不是馬政府 好 都說好了 今天朝野協商說 還沒準備好 我們尋找的是 陳院長也好 龔主委也好 莊負傑也好 我們都動著笑 沒有啦 不厲害 我可以說完 哪有這種事情 所以國民黨配合 我們就是 21號表決 提案 提案就是到明天 坦白講 各黨要去整理 對啊 每個黨負責 你們也不提案 你們怕什麼 你們也不提案 各黨一定很多人要提案 沒關係 我們就是希望 明天下班前 禮拜一麻煩院長來協商 禮拜二表決 沒有啦 你說完 你也不能夠要求 陳議員會怎麼變更啊 下午啊 下午啊 蛤 陳議員會 下午啊 這個是禮拜二 陳議員會把下禮拜五的變更 可以 禮拜五是 我們朝委協商就可以了 朝委協商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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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朝委協商就可以了 我現在要說明給你清楚 我們都講清楚了 這升 升到 金管會 財政部 還有一個司法部 都要整合了 而且要測試 那 陳建仁搞了半天還要整合啊 整合了 還有13家銀行要進來 那現在可能有15家 越多越好 覆蓋率越高嘛 所以 一直拉進來 那現在全部都要對 你知道 你只要在這裡錄音錄影 你說對不起 蔡政府真的還沒有準備好 沒有這回事 我們就OK了 沒有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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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包括 立法委這個行政院 立法委要提案 要提案 要我們的程序 不是喔 你老實講說 不是啊 那你現在講 你現在講說 你現在講說 你現在講說來不及 我們立法委來得及啊 但是你現在是說 你的理由 不能提早到22號表決 是因為 你涉及到金管會 我列明是後面進行 金管會 財政部 數位發展部的業務 整合對不對 有宣傳期 有預登記的 也有立法委提案 也有立法委程序 講起來 你21號表決 24號表的差三天 差在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 我們民眾天天打電話來 誰不願意 你們民眾 就是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講好 大家都知道 24號要表決 我們每天準備案 還有各種立場 我們還要在這裡協商 這個是 沒有啦 我們問都說 沒問題 結果到晚天說 還沒問題 沒有啦 這樣不行 我三人要出來道歉 我叫你騙你 沒有人要騙你 有啊 陳院長 尋打 有啦 我也是 一來拜託才說明都做過 大家都 講話要誠信 不要說 快 插三天 不好啦 他們要提案的時間 他們就有講說 他們希望是下禮拜 我們要提案 也不能國民黨代表 他們兩個政黨黨團 就說 那我一定要明天收案 就是 人家在野黨也 另外兩個黨團 好尊重 國民黨 那我代表國民黨 我希望 下禮拜 表決 我們要走了 表決什麼 表決提案啊 那你們要下禮拜五 就下禮拜五啊 那不是提案 不是收案 明天下午啊 下禮拜要收案 截止的話 那我們 他就說我不能代表 我沒有代表 我代表國民黨 好不好 我們不要議區公司 休息五分鐘 休息五分鐘 休息就要加他 休息五分鐘 你去 說一下 我不要笑 你去 去 去 休息 我講這個我都沒有開賣客 來 那你 我看 主席長 你調好 很愛啊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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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是連 郵院長在第二次在這邊 那些案子拿來在協商的機會都沒有喔 他們今天連預登記的時間都已經講都已經公佈了耶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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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而且会 大家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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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